很多人都去过美国内华达州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你一定看过里面很多的赌场 当然都是非常的豪华 漂亮 舒适 不过这是在地表上的拉斯维加斯 接下来我们给您看的 这是在地底下的一个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 如同很多世界各大都市一样 这里也有游民的问题 但游民去哪里呢 这个沙漠城市白天热得个半死 游民当然想也找到阴凉的地方 结果拉斯维加斯在地底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书宏道的网络 而这个城市每年几乎300天以上都是晴朗 书宏道经常是闲置在那边没有用途 于是就被这些流浪汉看上了 在那边开始披荐自己的第二家园 如今久了之后 大约有三四百人就以此为家 他们不仅自己住 甚至把自己的伴侣也带进来 依然像个小家庭一般 当然这里面不是长久之计 而且这里面显示了很多社会福利照顾不到的问题 于是有人来开始帮忙 把这些地底的游民 让他们能够重新在地表建立新的生命跟家园 我还是有很多人就是情愿住在地下面 赌城拉斯维加斯永远的午夜城 全球每年四千多万游客造访 但绚丽外表下也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 这个城市的地下排鸿道 竟成游民栖身之地 我们有600百公里的灰露队 在整個拉斯維加斯街上 兩至三個的洞窟 都會正在這附近 近來五星飯店旁 一路之隔 就有洩洪道入口 誰想得到 地下的暗黑世界 竟住了數百人 而要躲進不見天日的地方 每個人都有段辛酸故事 嗨,Craig Craig 那你坐在那裡 那是你的洗澡 那是我的洗澡 你的洗澡 我三十米在地上 你怎麼會讓我倒下 你會每次去外面 放在那裡 在地下求生 各自聚地為王 隧道裡頭塗鴉 四處可見 遊民之中 有人還火聚文采 我認為這是一位 梅爾頓的《Paraes Lost》 一個人叫Ricky 在地上 他有點詩詩 很困難 很困難 但他也有更感激的 瑞奇在隧道裡 斷斷續續已住了二十年 對,這是一個攝影棚 你只用它為窗戶嗎 對,什麼 對,什麼 對,你對窗戶有關的 一件事是免費 我認識我的未來 我近五十年 我有廣告的藝術背景 我認識我沒有工作 沒有正確的工作 不用房租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也有人過著如映飾般的生活 也有人是撲克牌不離手 但這裡可是洩洪道 難道不怕洪水來時 連命都沒了嗎 這是我的逃避路 如果你有需要的地方 我已經失敗了三次 那些是很好的沙漠 三天的沙漠 是不平的 所以... 但是... 原來被沙漠環繞的堵城 雨量稀少 一年有三百天以上 是大晴天 所以遊民膽敢躲進 房洪道裡欺身 躲避高溫日晒 新聞工作者馬修 十年前因追查一起 凶殺命案 意外發現 洩洪道裡竟然住了 大約四百人 不但出書揭露真相 平均每個月 也都會到這裡探訪兩三次 還帶其他媒體採訪 這裡除了單身和佔大多數 也不乏相扶持的伴侶 沙莉在堵城一家飯店櫃台 做了二十一年 但飯店關門後 她也跟著失業 揮想起來紅了眼眶 我們會有很多疲惡 有很多疲惡 沙莉和迪亞哥 原本還能靠勞力接工作 但不敵不景氣 最後躲進這個地下世界 你從來自古巴 在尋找美國夢 這不像美國夢 很多人已經失去美國夢 這不是只有我 史蒂夫和未婚妻凱撒林 則是另一對地下伴侶 這就是我們的洗澡 挺聰明的 對 還不錯 有一點安靜 然後放上蓋子 即使活在地下 仍多少需要開銷 史蒂夫和凱撒林 乾脆白天睡覺 晚上則去賭場 尋找賭客不小心留下的錢 平均一天約可進帳50塊美金 我們不計劃 一月前的時間或什麼 現在我們在日常生活 沦為遊民各有不同原因 不管是失業 酗酒 或想離群所居 他們的處境 對照這個奢華的大城市 形成明顯對比 賭城地下遊民的故事 經報導後引來更多關注 馬修還進一步發起 遊民援助計劃 輔助他們發揮所長 走上自立重生之路 50歲的史蒂夫 是60名接受援助計劃的 地下遊民之一 他不時回來探訪老友 從弟弟脫困後 如今史蒂夫已經有了自己的住處 這名樂手重拾對音樂的熱情 能從最陰暗角落重見天日 算是少數幸運兒 這群住在陰暗洩洪道的遊民 就像這個城市的遊魂 不被看見卻也推之不去 好久不見